你做点心从心里边好好说的那种 我爱你我爱你 大哥大哥 大哥我不会演戏大哥 你别真情了 我整不过你 都在酒里了 他出道近20年拿过三次试后 一度是市场上最活跃的女演员 每年都有进千场戏等他去演 可自2014年之后 他的演艺事业一落千丈 2018年 李小璐风波事件更是令他的演艺事业雪上加霜 不仅从女一号 沦为女配角 还险些到失业的地步 他就是马苏 这段时间 因为演员请就位的播出 沉寂很久的马苏再次出现在观众面前 尽管要比场上许多演员出道的时间早 哪讲多 但他依旧需要和许多青年演员 共同竞争 晋级之位 从大火 到如今需要借鉴综艺栏目的舞台翻身 这些年的马苏 到底怎么了 马苏 1981年出生在黑龙江一个普通家庭 之所以叫马苏 是因为他的爸爸姓马 妈妈姓苏 他的性格也如名字一般 直接 明了 痛快 儿时的马苏对表演并不感兴趣 而是迷上了跳舞 为了追求自己的舞蹈梦想 12岁那年 马苏远赴北京报考解放军艺术学院 舞蹈系 前后考了六轮 才获得一个自费生的名额 意思就是 需要自己掏钱 在学校学习 尽管只是自费生 但好歹迈进了军艺的大门 马苏并不想放弃这次机会 父母为了支持女儿的舞蹈梦 也变卖了老家财产 给他凑齐学费 就这样 马苏成了军艺舞蹈系的一名学生 一学就是六年时间 好不容易等到毕业 却又赶上了大裁军 小小年纪的他 被迫成了北漂一族 为了生活 他开始去各个文艺团体面试 后面又考上了儿童艺术剧院 可都因为不是正事工 没待很长时间 在剧院待的时间虽不长 却也让马苏结识了一些圈内人 在他没有工作时 有圈内的朋友给他介绍了拍广告的活 接二连三的拍广告 缓解了马苏家里的生活条件 同时也让他找到了新的人生方向 那就是考北京电影学院 但北京电影学院并不是那么好考的 马苏考了两次 才考上一个大专班 跟黄胜仪 姚迪 做了同学 没想到的是 考进北影的马苏 还没等到开学 就因为一张学生照被挑去演了央视大戏 《大唐歌妃》里的女一号 成了唐国强 吕丽萍等一众明星大腕 力捧的名誉 这次出演经历 也让马苏心里涌出了一丝骄傲感 觉得自己很快就能成名 甚至给自己定下规矩 以后只演女一号 如果演女二号 得看给谁配戏 如果对方级别不如自己 那就不演 这个规矩并没有带给马苏偏约不断的幸运 反而让他迎来了长达四年的 事业低潮 大学期间出演作品 也都是演一些惊鸿一撇吼 寥寥收场的配角 直到他从北影毕业 以主演身份出演了青春偶像剧 《夏日里的春天》 才逐渐小有名气 马苏的事业转折点来自2009年播出的 《北风那个锤》 尽管剧中他不是女一号 但他将性格极端 反复无成的刘青一卷 全市的淋漓尽致 他也凭该抉择 获得第15届上海电视节 最具潜力女演员奖 刘青之后 马苏开启了自己 拿奖不断的事业高峰 旗袍 让他获得包括滑顶奖 革命题材 最佳女演员在内的多个奖项 女人如花 北京青年 分别让他拿下了中国电视精英奖 观众最喜爱的女演员奖 第29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 优秀女演员奖 马苏也从而成为了该奖项的首位80后得主 2014年以后 马苏的演艺历程一落千丈 除了出演的新花路放中的莎莎 给人留下印象外 马苏此后的作品和角色 都没激起太大火花 范围也从一开始的女主角 成了戏份不多的 女二 女三 不仅如此 因为帮李小璐的夜宿门说话 导致马苏受到了极大影响 作品数量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减少的同时 口碑也急剧下降 如今 他距离上一个能被观众记住的角色 已经很久了 他再次以演员身份出现在观众面前 还是靠近期的综艺 演员请就位 当初的首位80后 飞天奖士后 却在第一期评级阶段时 被评为了B级 比他出道时间短 仅有一部代表作的张月 却获得了S级 这样的结果 令人意外 陷入舆论久久没有心酸的马苏 显然并不在各个制片人和导演的考虑范围之内 他也凭这段表演登上了热搜榜 难得有一次热度 而此次参加演员请就位 不仅让他过了演员瘾 更让他结识了新朋友 在第一期节目中 马苏和黄毅 霓虹姐等人一同聚会 聚会上 39岁的马苏对着话筒说 自己想要在40岁之前 嫁出去 这句话让观众不禁想起 他和孔令辉那段长达十几年的感情 马苏和孔令辉相识于2002年 那时候马苏还是一个没名气的小演员 孔令辉则已是 闻名全国的乒乓球运动员 两人因一场活动相识 进而相恋 一谈就是十一年 恋爱期间 两人毫不遮掩 一起以情侣身份参加节目 采访 出席活动 屡次被传好事将解 遗憾的是 这段在外界看来幸福的感情 最终还是在2013年 以分手告终 分手后的两人并未老死不相往来 而是成了朋友 如今 距离两人分开已有七年 孔令辉成了有啤酒度的孔教练 马苏经历事业低谷期后 正在用演技寻求翻身 他们不再是他们 他们还是他们 在简介绍中的视频